因为我们家真的经常发出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声音 真的是很舒服 尤其是我这种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办公的人 平时做自由不标准喜欢低着头 肩膀这两块的肉真的又硬又紧 平时感觉扛个纱带在身上 也可能是我的偶像包袱吧 瑞普尔这个R7肩颈按摩椅真的可以帮我把包袱卸下来 你们看它好像长得很奇怪 跟以前的按摩椅比多了两个小手 就是这两个小手的按摩体验真的一下就上去了 打开以后就像重金聘请的按摩师傅 徒手在给我揉捏一样 按下去提起来再放开 真的酸爽到想叫但又不会觉得痛 同时颈部也有四个机械手的按摩头在揉抓 有的按摩仪的钢珠只会这样揉就很无聊 这一台就是有这样揉捏的感觉就很到位 它也有热敷的功能可以按得很舒服 用的时候戴上去 两边背带一拉一粘就可以贴合固定住 也可以固定在腰上可以一边按摩一边忙别的事情 也可以自己拉着背带手动调节力度 Type-C的内嵌充电口充满也可以用很多次 日常如果用脏了也可以把布套拆下来清洗 我就是那种工作如果很累的话 很需要犒劳自己的人 比如吃一顿好的或者按摩放松才会让我觉得 算了算了有爽到跟辛苦和解的感觉 你们懂吗 但出去按摩现在真的太贵了 又不能随时随地 两三次按摩的钱就差不多能买个肩颈按摩椅 而且瑞珀尔这个R7除了性价比高 还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它有30天的试用期 你看视频心里可能会觉得 就听你说万一我用了不舒服怎么办 每个人体型都不一样啊 万一我不合适怎么办 和一些其他的顾虑 我才知道舒服不舒服 舒服就留着用像我一样放松紧肩缓解压力 不适合的话就在试用期内退掉就可以了 就当是试按也不浪费钱 反正我自己是真的很爱 甚至用完就跟朋友推荐了